旅客提着大包小包 赶着去搭机场两航下间的电车 不过25号就会传出因为电车维修 导致大批游客没有车可以往返 所有人统统受困 来得有点不方便 刚过完平安夜 旅客们原本要开心过节 没想到25号凌晨1点30分到4点30分 桃園机场第一航下和第二航下之间的 电车进行维修 加上没有加班的接驳巴士 继承车更是大排长龙 旅客完全无法通行 桃圆机场第一航下和第二航下 距离不到一公里 凌晨入境旅客多 小包司机也通常不在短程 大批旅客就通通塞在那边 实际询问既然车司机 他们表示两航下之间 还是愿意提供载客 应该会有一个维修情况 或是怎么说保养 对此旅客们都认为 应该要有应变计划 来因应凌晨大量旅客 这对电车维修 导致旅客塞在大厅事件 桃圆公司表示 如同捷运夜间停驶 台湾机场管制区外 航下接驳电车 每周一三五都会进行 夜间例行性保养 二十五号凌晨 正逢例行保修时间 除了有机场官网公告外 未来将会增加排班 计程车输运旅客 只是平安夜 大家都塞在机场无法动弹 更有赶飞机民众 无法顺利搭机 实在有点扫兴 记者林中正桃圆报道